手牵手 跟我一起走 尝尝幸福的生活 这个呢 今天一来不及 明天就要过去 今天嫁给我好吗 是的 我的 太好了 我今天终于不用 背你回家了 太好了 谢谢你 你知不知道 我每次背你回去 我多辛苦 谢了 我不管 你要给我报处 这是我身上 最贵重的东西了 那就就是我的了 这是什么呀 我啪啪啪啪的 拜拜 拜拜 来 说天生跟我一起走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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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告诉你 谁啊 谁啊 说话 是我 神经 吓死我了 有没有很惊喜 走走走 我带你看一看真正的 惊喜 脑子被逼疯了吧你 走你的再多走十步 不是不是 要不了十步 五步 五步 我保证给你个惊喜 好不好 谢谢谢谢 谢谢芬妮芬妮 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了 你准备吗 欢迎光临 芬妮好 爱心参车 爱心参车 芬妮 我知道 你在乎的 不是我有很多很多钱 而是我有多么多么爱你 我也知道 你不在乎什么明星光环 你也不在乎 当什么国际明星 而是 和一个你爱的人 简简单单地在一起 对吗 你 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笨牛宝宝 蠢牛宝宝 我直到现在 才真正想明白 你想要的是什么 虽然 这是一辆 简简单单的小餐车 但是 我会开着它 带着你 走遍海角天涯 你也不用顾忌什么大吃大喝 因为就算你变成一个胖肥婆 你还有我 牛宝宝 紧紧牵着你的手 你的反射虎也太吵了 让我等那么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让你等太久了 但是好在 以后 以后的日子 有我牛宝宝陪着你 对不起 叶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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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之前注射的药物 能够缓解你的衰老症状 也就是说是有用的 我再去拜访一些医生和科学家 再遍求一些偏方 肯定会有功课你衰老症状的方法的 顺其自然吧 能多和你待一秒 我已经很满足了 谁的东西放我门口了 扶生 扶生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 元霄 柳儿 元霄 元霄 干妈 我在这里 元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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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妈 又是干妈 不是干妈 快点 us 应该是 元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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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月娇 你干吗 是我没有 我护卧大家 月娇 不说这些了 让我看看有没有事 我没事 走 我们回家 走 回家 喝点热牛奶 没事了 没事了 快告诉我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定是那个拓拔将军 拓拔将军 拓拔将军 等待着人来抓我 柳儿为了保护我 把我散进柜子里 然后 我今天妈妈很吵 我想一脚传歌 给他们拼命 可是这样 就会毁了柳儿的苦心 都怪我没有 都怪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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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椅案都好了吗 已经送去医院了 分离被劫持 也不被迷晕 分离被劫持了 这不是简单的事情 而是有人精心布局 老大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快快起来 我们在明 他们在暗 防不胜防 如今柳儿和分离 都被抓了 当务之急 我们要尽快找到 那个拓拔将军 老爸 这次就让我 新手插了 那个金石大魔王 为幕后报仇 我挺你 就算挖出他们 祖宗十八代 也要救出分离他们 也要救出分离他们 叶 叶 妖女 你受伤了 好流血了 我去拿药箱 好 元香 你 你的头发 怎么了 天哪 你快坐下 把手拿出来 好 怎么会这样 哇 好神奇了 好神奇了 哈哈 哈 原来缺的是冯峰的血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将军 然然 斗胆问将军 什么事啊 您要如何处置他们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好生看着 别再出任何的差错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他也是个可怜人 之前就又傻又吃的 这下更糟糕了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别动 你别动啊 扶生 我去找医生 扶生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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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福先生的血型非常奇怪 完全不能与任何血型匹配 但是放心 我们会多安排几次检查的 血型非常奇怪 我们发现他的头部 曾经受到过剧烈冲击 导致语言神经受了压迫 不能正常说话 预备 这阵复生和木荣西 这是复生和木荣西的血液 这是复生和木荣西的血液 没事 你继续 除此以外 我们还发现 福先生曾经被注射大量的干细胞 导致体内细胞不断活化增生 干细胞 对 干细胞是一种近代的抗衰老技术 可以使老化的细胞重新生长 简单地说就是一种 可以留住青春的技术 留住青春 可以留住青春的抗衰老 简单来说呢 就有点像影视剧 或者小说里经常提到的 长生不老术 如果有人在研究长生不老 干细胞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向 现代医学技术发达 有各种方法可以延缓衰老 但是 想要做到真正的长生不老 对医学技术和伦理道路上 还是有很大考验的 你到底像 干什么 我要 你的血 你是说 跟我一起失踪的 还有叶波的父亲叶佩 是叶佩 她去哪里了 其实这一年 我一直在调查叶佩的事情 可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她整个人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连叶架也全都散了 我估计她是死了 坐 她的设计她 她的军事 她在这儿 你还没有结果 就是她的军事 不 Za 这儿 不 她就当开始就会了 你还是要是 她的军事 孙女 她的军事 我现在都会了 对她的军事 要是她脑子 想啊 干吗逼着自己啊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有些蹊跷 你还记得 那个拓拔链想用我的血 作为交换吗 刚才医生说 扶生之前被人带去做实验 想用他的血 做成长生不老之药 长生不老 那不是古代君王 最希望的吗 据我所知 历史上追求长生不老 最疯狂的皇帝 莫过于秦始皇啊 难道这些是真的 秦始皇 可这一切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那拓拔链 是不是也想用我的血 做成长生不老之药呢 应该不会吧 你跟他都同为古人 你虽然是君王龙体 但也并非神仙圣人啊 他再愚钝 也不至于是个傻瓜嘛 他 他 那也被 好了好了 别想了 慢慢再想啊 还有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跟你一起去面对的 是个傻瓜 这是哪儿啊 我会是阴草地府吧 我小刘是死了 我还没有和父上谈恋爱 我还没有说儿女呢 女儿 不要 你是芬妮小姐 太后娘娘 还是鬼儿 你看吧 你吓得 这又不是什么阴曹地府 也不是什么十八层地狱的 放心吧啊 好 芬妮小姐 这是哪儿啊 我们怎么会到这儿啊 我也不知道 芬妮小姐 你真是大人物 见过大失眠 你就不怕吗 是你找我们过来的 你为什么要找我们 然然 然然 你怎么能帮着拖拔将军那个大坏蛋呢 我们真的是被绑架了吧 我看了 不怕 红女小姐 我把你比起来 姑娘 你怎么害怕 我钱 你 都不害怕 我 是 吃饭吧 我这个傻子 她这个人 连太后都敢忤逆 连皇上都敢自杀 别说我一个区区的小宫女了 你就是个放案不一的人 我还吃起梦想 跟你这个龙熊关我谈条件 好了 她要是想放你 早就放了你了 省点力气吃饭吧 我不吃 然然 你这个老骨头 还将仇报王恩负义 姐姐那么对你 你还将对我们 好歹 我虽然老是挖骨你 但我 但我还也是帮你的吗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 我才会有一点 你怎么得到我 怎么可能 啊 匐妮小姐 你的心也太空了吧 怎么吃得下 我平时就不能吃 我现在还不吃个痛快 再说吃不饱 哪有力气逃跑啊 你看 然然也没有 你说得那么坏嘛 你别吃 这有毒 人家要是想杀你 早就杀了你了 还费那么大的力气下毒 芬妮小姐 我看你这么淡定 是不是 已经有出逃的计划了 我流儿已经做好准备了 长生不老 就是让灵魂不停地远转 而远转轮回的 关键 就是阴阳调和 阴阳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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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证ды narr 行了 这样离我成功不远矣 这下 我就可以随意地 集聚在任何人的躯壳里了 不随意地 我继续 什么鬼啊 就是我身上最最重的东西 好 那这就是我的了 这酒可真的是好喝 完了完了 这要出大声 你干吗呢 我按了报警器 对了 一有危险的话 就按这个 全家的自动报警就会响起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又不是元首级别的大人物 蠢女人 我是认真的 我虽然现在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 但我总觉得背后有着巨大的危机 现在拓半量抓住我们 不要我们的命 却要我们的血 那他要我们的血干吗呢 我就单纯地认为 既然这个东西对他那么重要 那对你来说 就非常的危险 现在你的血价值连城 我可不想 他们再拿你的血来威胁我 太麻烦了 非水不流外人天 干脆我把自己放干净 把血都留给你跟元首 就别麻烦那些坏蛋们了 千封万封 我怎么忘了防你了 你干吗呀 我得找指甲刀 剪刀 针啊什么的 不用不用不用 我又不傻 我警告你啊 你千万不可以有那样的想法 不要用你的血来货我们的命 好不好 知道了 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我冯小强 一定吃饱和足 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 才能有健壮的身体 来疗养你们父子俩 我就要成为你们的 再生父母了 你可要对我好点啊 你答应我 一定一定一定不可有失 我还要好好照顾你一辈子呢 自命皇上 你edes姓公 你不能lic子俩 你 Couldn't I have to swap me 你也讨厌我 你真的是你 都到什么时候 还有这个闲情雅致 李桓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还要你花那么大的力气 来防备我 可是我能那么傻吗 我能傻到在你家下手 李桓 你就耐心地等着我 很快 会很快的 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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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我受不了了 我的芬妮 我要我的芬妮 老天爷对我太残忍了 我好不容易看到了蜀光 我的芬妮 她还没答应我呢 好了好了 我都知道了 知道了啊 是否让我叶波抓到了那个混蛋 对天发誓 我要让她断字绝孙 你先别激动了 我们也在调查 你先好好休息 又让我休息 又让我休息 你们天天都说调查调查 到头来 我的芬妮也被人绑走了 这怪我了 好 怪我 不过有件事我挺奇怪 他们已经把你迷晕了 为什么不把你带走 还把你留下来了 你什么意思 你是怀疑我 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可没这么说啊 但是他们连扶生都抓走了 这你这我 因为你一点价值都没有 老恶 你这又是当着我大哥的面 明目张胆地欺负我 我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俩就别吵了 宝玉 你去查一下 安妮最后的手机号信号在哪里 然后顺便查查 附近有没有目击者 对了 想办法一定要找到冉冉的下落 还有周围那些公路的摄像头 一定要找到 好的 大哥 我呢 你要我做点什么呀 只要能救出芬妮 我什么都愿意 你就好好休息吧 只要我们一有消息 就告诉你 大哥 你让我做点什么吧 你随时召唤我呀 好好休息 睡觉 嗯 作为芬妮的男人 我绝不能在这儿休息着 等他回来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对 我可以的 翻过吧 牛宝宝 你老古董 你忘恩负义 你放我们出去 你冷血怪物啊你 为什么 虽然我与你不相熟 但却似曾相识 如果真的有一个平行的世界 我倒是想我这个深宫里的可怜人去看看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封章仪所说的 平等自由的爱情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亲切的感觉 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不会这么做 平日你在等一个人不多话 但是我知道你喜欢那里对吗 告诉我 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芬妮小姐 你就不要跟这个冷血怪物对牛弹琴 白费口舌 不值得 我跟你说 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死黄灰 你这次害死我了 喂 我警告你啊 别胡说乱想啊 这个戒指的尺寸跟我一点都不合 这实在是太小了 太小了 一点都不合 我会尽快想办法弄下来的 没事 不着急 不着急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别想多了 我的不着急意思是 我不着急用 反正我已经不用结婚了 总之 我会尽快弄下来换给你的 我们一起去等一个人吃饭吧 好久不去 不去 人静 你要是不去 我一个人见他们俩 多尴尬啊 怎么锁了不做生意了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出租车 快快 快yn 路上就得把我关在家来 简直是非常无聊 非常痛苦 我就不信了 为什么每次坐在这儿 都没有信号啊 还有什么重要的人找你不成 当然了 我也是很活很忙的嘛 看 黄辉 阿姨病危要见我 出事了 一定出事了 我也说你要出去吧 黄辉的妈妈病危 我一定要去的 可是外面现在很危险 我都布置好摄像头了 我怎么可能放心你出去呢 我知道 我就是知道自己的情况 所以我一定要去一次 要不然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去 要不你打个电话 或者跟他视频一下 跟他说你现在很危险 他们二老师通知哪里的人 一定会原谅你的 不行 阿姨 阿姨可能随时都会离开的 我这次要是不去 有可能真的就见不到了 我一定要去 就算外面有危险我也要去 你不知道 阿姨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对待 她把黄辉托付给我 可是我却辜负了她最后的心愿 我欠他们家的太多了 你就让我去吧好不好 阿姨 阿姨 冯冯要去黄辉家 你一定要替身保护 不能出任何差错 明白了 那你一定要快去快回 那你一定要快去快回 一定不能离开阿姨的世界 放心吧 冯冯啊 叔叔 冯冯 阿姨怎么样了 我一见到通知就来了 她人呢 在里面 等一下 她是 她是我朋友 叔叔我等一下给你解释啊 好 叔叔好 好好好 那赶紧快进去吧 进去吧 打扰了 冯冯来了 阿姨 阿姨你怎么样啊 医生怎么说的 不会是 恶化了吧 冯冯啊 其实我也正想找你 有事要跟你解释一下 所以说是医生误诊了 阿姨并没有得癌症对吗 冯冯 真的不好意思 本来呢 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安顿好之后呢 我再跟你解释的 这段时间 我还没解释 让你为我淡了不少的心 阿姨 你没事就太好了 我真的挺担心你的 傻孩子 我不是好好的吗 可是黄辉 为什么说您病危了呀 我给他打电话又联系不上他 可能是考试呢吧 最近期末很忙的 这孩子呀也真夸张 我不过就是得了一个感冒而已 他却大惊小怪 要是我把绝症告诉他的话 他真的会疯掉的 阿姨 您别拿这个开玩笑 他可能知道我在想你了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啊 来把你约过来 叔叔 阿姨 我应该早点来向你们道歉的 傻孩子 道什么歉呀 我对不起你们 我辜负了你们的厚爱 真的抱歉 来来来 坐坐 来 坐坐坐 这事啊 应该是我说声对不起 我不应该拿我的病 勉强让你照顾我们黄辉一辈子 真的不好意思 是啊 也怪我们啊 太心急了 明明这种事呢 是不能勉强的 但是你得记住了 感情这种事 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所以以后啊 你千万别再说对不起了 其实啊 阿姨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我很想把我的儿子 作为你的男主角 但感情一定是双方面的 我们黄辉能够认识你 也是他的福气 我们认识了你 我也觉得心满意足了 所以你真的不要说对不起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对我的好 我们两个人啊 都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这就是你的家 我们是一家人 我一日人 地老公 就要做捕 her 但你当成了自己的真是 那种人 勉强的 他们不是一样的 都把她的利润 在我肯定 因为它是一家人 你就去休息 我一个人可以的 你别担心我 我没事 我们来看看这一带的附近 有没有可以藏你的地方 手机呢 放心吧 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 就说了不用你紧张 这晴天白日的能把我怎么样 我还不信了 有没有往法 那就好 怎么了 我下去看看 我下车 应该没什么事 可能车子有点小故障吧 快 陆雨 下来 你们是谁 放开我 放开我 冯丰 你在哪儿 走 等着找人啊 冯丰 妈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打了那么多的电话给你 你也不接 你也太夸张了吧 夸张 我就是得了一个感冒而已 你告诉冯丰 说我生了什么大病 害得她一大早就到我这儿来 不过啊 我也是挺想她的 我看到她呢 也是挺高兴的 等等等等 你是说冯丰来过 是啊 我跟她说你得了重病 对啊 你怎么不知道 没有 你这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让我看看 我出去一趟 你没事吧 走了这么多家电 还是没有找到 我看啊 还是把你剪掉算了 不过 不过看在你对那个死黄辉 还是有点意义的分上 我就暂且保你一条小命吧 老板 喂 冯丰 我没看见她呀 她怎么了 姐姐 醒了醒了 姐姐你醒啊 小枫 小枫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你们 你们没事吧 没事 这是哪儿啊 什么鬼地方 冯丰还是冯昭仪啊 姐姐 又是你 我们又见面了 我知道你就是那个拓跋量 李欢和元宵已经到了现代 对你一点儿威胁都没有 为什么还要苦苦相逼 真是富人之见哪 区区一个北魏 我可不放在眼里 我要的是千秋万事 千秋万事 简直是痴人说梦吧 Solomon 你不是什么 你可笑啊 你得以侵人都没有 我哪儿 你能看得到 你要长生不老 如果我是拓拔亮的话 可能我说的是疯狂 可惜呀 姐姐 姐姐 我们还是不要招惹她了 她就像传言一样 是个疯子 疯子 我怎么感觉 她说话的感觉和语气 好像在哪儿见过 当您在宫里的时候 她出征在外 从未谋面啊 元夏睡了 但是她的情绪还是很激动 一直吵着要去报仇 要打要杀 长期下去 会对她的病情有影响的 要一个小朋友 以后承受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真是可怜 以后还要拜托你好好照顾她 一定不能让元夏的病 继续恶化下去 现在情势非常紧急 我们一定要加强安全措施 无论花费多少人力物力 都不能出现任何漏洞 元夏 元夏一定不能再有任何问题了 老大 老大 都是我的错 被人跟踪了还不知道 我不是要怪你 我只是没有想明白 他们怎么知道 冯芳会去黄辉家的 你确定 路上没有人跟踪你吗 你要跟踪一个退伍军人 没那么容易 可到底为什么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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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利用了